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的1月14号 今天在收拾藏品的时候又看到了这对小瓶 我记得这段小瓶是我在2014年年底或者是2015年年初的时候收藏到的 当时是在纽约的一家小型的拍卖行里面见到的这对小瓶 这对小瓶的年头并不长 我们看到底座的话上面这个款式是景德镇志 景德镇志这种四字的这种传说款的话呢 这个上是转印上去的 实际上从1955年开始就大量的使用一直到现在 那么吸引我的主要是这个铜红柚的这个颜色 在英文里的话呢 它又叫牛血红色 就像初宁的牛血 这个颜色非常具有吸引力 在现代工艺底下 稍造一个这种铜红柚的这种瓷器是比较容易了 但是在康熙年代呢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说呢 传世的也比较少 加上这个颜色比较吸引人 所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名贵的瓷器品种 那么当时的这种瓷器有个特点 叫灯口锤足狼不留 这个狼要红 灯口的话呢 就指的是它的白颜色的口 锤足是它颜色从上到下渐渐的变身 狼不留呢 是说它这个又一般不会留过它的这个底座 当时啊 跟这对瓷器买的还有一件军瑶的八卦炉 比较小的一个八卦炉 上面呢 有那个画了八卦 这个前坎跟真迅坤离队的那个三横 或者是断了中间断了那种阴阳窑 上面还有乳定纹 那个右色也非常漂亮 后来我就把它摆在外面 但是这两件东西的话就收起来了 结果有一天 有一个朋友他因为航班取消了 就顺便到我这边 他等于是下一程航班的话时间比较长 就到我家来做客 我这个朋友呢 是一个非常顶级的财经专家 他是在这个行业里边非常优秀的一个人 他平常是一个工作狂 只是乐于他的财经工作 然后呢没有任何爱好 没见到他有任何爱好 那么而且人也是沉默寡言的 也不是善意言谈 也不愿意讲话的这种人 很少讲话 一天讲不到一句话 平常跟他的话沟通是非常非常少的 就是基本上都是自己在干自己的事情 那么那天他来了以后呢 就看到了这个八卦炉 可惜这个东西没在我手上 这个时候他就有一些改变 他非常喜欢拿着这个八卦炉 本身呢 他并没有任何的这个瓷器方面的知识 但是这个时候呢 开始滔滔不绝的讲了很多废话 当然是夸赞这个好 但是呢 他又不懂很多术语 也夸赞不出来什么 只是在不断的在说这个东西 我当时就会议了 我是觉得他是很喜欢这个东西嘛 我就把它送给这个朋友了 结果呢 后来几年以后 我到他家里去的时候 发现他把这件炉陈列在他家里 一个非常非常显著的一个厅里的位置 就是说这个逐渐他对这个东西的喜爱程度 就是说家里没有太多的陈设 但是这个炉呢 确实就放在那个地方 我就觉得挺 给我的感觉是挺有意思的 一个人啊 他可能也接触到没有很多 但是瓷器能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吸引 让他觉得很快乐 而且他见到这件东西以后 本身就也不是很淡定了 就跟他的平常的行为也是不一样 那么我们说这是我们中国瓷器的一个诱人之处 或者是说的这个瓷器大美的吸引人之处 那么这种瓷器不管是军摇也好 还是我们看到这个铜红柚的这个狼咬红的 仿狼咬红的这种瓷器也好 它实际上是我们古代的一种 先人的一种智慧啊 和技术的一种结晶 那么比起同时其亚洲其他国家 比如说日本啊 韩国啊或者什么其他的国家的话 我们在这方面啊 这个瓷器无疑是技术是最好的 不管哪个时代啊 包括清代我们都是技术最好的 那么现在好像跟现代科技比起来的话 日本和韩国都比中国要强不少 那么甚至说台湾地区啊 也比中国大陆要强不少 这个跟我们历史上是不一样的 我们历史上是远远的要超过这些地区的 所以说这个事情也可以让大家想很多东西 到底是因为中国大陆的人 他的技术落后做不出来 还是因为什么其他的原因 我觉得瓷器的话 也可以给人一些启发吧 还有一个感悟是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还是 其实是很丰富多彩的 那么有很多东西 你不一定接触得到 那么文文收藏呢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是 这个你可以接触到很多 你原来从来没见过的非常美好的东西 还有呢 你可以碰到很有意思的人 让我们回到这对瓷器啊 我觉得随着现在技术进步啊 现在那个人能烧成这种瓷器的这个难度 大大的降低了 那么随着这种降低的话呢 人也不需要费那么高昂的代价去获取 这类的藏品 我觉得这类的藏品 即便是新的 我感觉我也是挺喜爱的 这是今天跟大家的分享 谢谢大家